欢迎收听长篇小说《载质天下》第962集 由于阳为您播讲 这便是韩刚素来反感佛老佛法却能够借其名而行的原因 为什么韩刚成为了药师王菩萨座下弟子 就是因为佛法中的一波水中有八万四千虫 人身上有八万四千虫 这些本是空泛的论点 却因韩刚得到了事实的验证 现如今的佛门传法 许多时候都会拉上韩刚的名字 一想到自己辛辛苦苦地宣讲契学的成果 让浮屠数众窃走占据 这就让韩刚心头压了不少的火气 既然子瞻相问 韩刚就明说了 他沉引了一下 然后道 这么说吧 如果现在有一个人 明知水中有致病的细菌 却不向世人透露 反而以此为名 让世人念咒颤经 信他的教义 脸具材货土地 还不交说服于官府 若有今人如此行事 敢问子瞻 此人一律当如何判呢 韩刚端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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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端 你这话真是 张纯差点没给酒呛死 满满一杯酒 一半洒到了外面 剩下的一半 也没能顺利的灌进肚子 不过他根本没有在乎这么多 韩刚用来做比喻的说法 实在是太过匪夷所思了 按韩刚这样的说法 佛祖就是明摆着的妖人祸事 这一罪 地方官当是情节轻重 给予不同的判罚 最甚者可以引用 十恶不赦中的不到一条 那个时候就只有四个字 绝不代识 先砍了脑袋再说 苏氏更是一时结舌 他完全想不到佛祖说的 一波水中有八万四千虫 还能从这个角度来解释 释迦摩尼几千年前降世 形统也管不到他的头上 韩刚乃是金人 不敢仿效 所以稍有所得 公诸于世 现在看看还是不够完备 但还算是有开创之功 后人以此为发端 迟早能够解决其他因病菌 而染上的病症 释迦摩尼能创立佛教传承千载 天下万邦信众无数 其论材质论见识 肯定远在韩刚之上 如果他不是宣扬教义 而是将他的材质 用在了钻研医术上 又会是什么情况呢 千载光阴 中斗法当早已问世 数以千万计的幼子 能得其救助 不治妖网 甚至其他病症 伤寒 瘧疾 劳病 庸阻 这些疾病 都能有治疗的手段 韩刚滔滔不绝 苏氏愣了好一阵 才反应过来 佛祖既以传法度 苦恶众生 也无需再留医术 以救人嘛 那日后子瞻生病 去向国寺找个和尚 来念上一卷佛经就行了 不知痴头疼的 是法颜经 还是华颜经 饿则吃 病则医 等死了 就找和尚念经 天地自有其理 当顺天应人 既然天地自有其理 我等只需顺天应人 又何须求神拜佛 有他没他 不都一样吗 韩刚不信鬼神 纵然他无法解释 自己为何会来到这里 但他相信 必然会有一个合理的原因 只是现阶段 还没有总结和研究的条件 绝不会托付于 无法探明的神秘 科学本就是承认自己的无知 然后不断追求 对未知世界的认识 而不是心安理得的 把世界万物的根本 安置在超自然的东西上 从此不再去跟究 张纯苦心举办的思宴 在不断的争论和调解之中 勉强进行着 最后终于到了结束的时候 张纯心身俱疲 没有了挽留客人的力气 韩刚苏氏先后告辞 张纯靠在书房中躺椅上 只能苦笑 今天酒没喝多少 菜没吃多少 口水则废了许多 韩三舌边过人 实现广博 报得众名 非是无音呢 不过 我可不会跟他喝第二次酒 苏氏离开时 这样对张纯说道 苏氏喜欢谈天说地 而韩刚又以渊博著称 只要坐在一起 应该能够谈得来的 苏氏虽然疏狂 却不是看不懂人情的人 不会当着韩刚的面 议论师父 韩刚气量挥阔 或许冒犯也会一笑了之 谁知韩刚气量虽大 可就是太过较真了 把苏氏都带得只顾争辩 全然忘了喝酒 这一回算是做了白宫 道不同不相为谋 这句话说得真是好 韩刚和苏氏 这辈子是不能和得来了 论师论人都差得太大 隔阂之身 如海一般了 不过这一回 自己算是尽了力 心中再无愧疚 日后两边再有什么局语 也不管他的事了 张纯再一叹 念得麻烦 念得麻烦啊 韩刚先一步从张家告辞 很快便回到了家中 周南伺候着更衣 又端了茬上来 笑问道 官人在张书密家 跟苏氏人说了什么 可有作诗词否 韩刚摇摇头 放弃一般的长书一口气道 哎 道不同难共语 幸好不会有第二次了 官人如今 是跟谁一起喝酒 都喝不痛啊 周南抱着韩刚 换下来的外袍 蹲下来收拾靴子 可不是苏氏人一个 为何这么说 韩刚可不觉得周南 会给苏氏抱不平 上次冯家四叔过来 也是一样 官人一直都在说公事 外人听起来 就像来拜见官人的小官 被熏化呢 有这么严重 韩刚皱起眉 他完全没有那份自觉 说的都是正经事 气氛当然会严肃一点 周南微微嘟着嘴 官人自己不觉得 但在旁边听起来 就是这样啊 韩刚揉着眉头 难道是地位提高 带来的结果 还真的是一点也没有察觉到呢 跟自家人说话都像是训话 长此以往 可就再难亲近了 官位越高 圈子倒是越来越小 往来的有人就那么几个 除了寥寥数位 两府同列 剩下的都是下属 没有必要小心做人 这待人处事上的功力 似乎是减退了不少 周南将衣袍官靴送出去 让书房外的婢女拿去处理 回过来便走到韩刚的身边 轻轻地帮着揉起了额头 官人就是每天想的太多了 不是公事 就是技学上的事 都没有闲下来的时候 宣徽时本来就没有什么直思 但官人 现在还没有在河东做 惊略相公的时候清闲 还好吧 韩刚记得 他第一次去河东的时候 还是挺忙的 也打了几仗 在指挥军务的同时 还要照管太原府的民政 没周南说的那么闲 周南低下头 温热的呼吸凑在耳边 那官人你说说 有多少日子 没有给大哥二哥检查功课了 韩刚头枕后方 舒舒服服地 靠在周南身上 如今事情多 千头万绪 许多事如溺水行舟 不进则退 不像早前 只要盯着一件事去做 那么简单了 官人总是把事情 压在自己的身上 姐姐今天还说呢 官人就是劳碌命 跟姐姐的阿爹一模一样 好 那还真是光荣啊 韩刚失声笑了起来 韩刚自己也清楚 他现在的心思都放在了多年的目标上 很难安心享受 同时也是越来越难以享受单纯的快乐 有钱 有权 还有闲 换作旁人早就轻松地开始玩乐了 可韩刚现在过的日子 完全配不上他这个等级的官员 这的确就跟王安石一样 只能说是天生的劳碌命 不知道该怎么享福 不过今天官人跟苏婶人不欢而散 他回去之后会不会说官人的坏话 那些酸错大最喜欢背后议论人了 让他们当面说却又不敢了 周南对文人很刻薄 从小在教坊中看得多了 来来往往都是一般货色 有名的才子除了谈诗论文 剩下的就是指点江山议论朝政 可当真遇上了高官显幻 即便是刚刚才骂过的 当即就能转了脸上去奉承 管他们那么多 没什么好担心的 韩刚全然不放在心上 那群人根本不足为虑 也就是嘴皮子上的功夫厉害些 除此之外 还能拿贵为宣徽使得自己怎么办呢 如果是普通的宰府 还能造一造谣败坏他的名声 但韩刚的名声 又岂是一群雌人能够败坏的呢 但苏婶人的名气可大得很 还说是如今的文坛作主 仿佛当年的欧九宫 没事那就还留一份人情 若是有事 张子厚也怪不得我不讲情面 官人真的跟苏婶人这般犯冲吗 周南好奇地问着 然后又小声补充 还是为当年的事 韩刚回过头 昔日的花魁虽为人母 但正是人生中最灿烂的时候 艳丽游盛西年 双瞳中的盈盈水光正映着韩刚 韩刚笑了 俯上周南的脸 感受着指尖的滑腻 一半一半吧 他只顾着油文细字 给我平添了多少波折 不过为夫也不是小气的人 只是与苏子山本就不是一路人 终究是合不来的 合不来就是合不来 交朋友要脾气相合 性情相投 苏氏给韩刚的第一印象就很差 喜欢炫耀文采 他跟苏氏脾气不合 观念相宜 也没有相近的爱好 甚至没有共同的利害关系 根本就没有来往的必要 就算苏氏再有名 韩刚也不觉得自己有必要为其妥协 到了他这个地位 需要妥协和委屈自己的地方 越来越少 纵使有也都是包含着 巨大利益的交换 凭苏氏留给韩刚的印象 还远远不够资格 今天已经给了张纯面子 剩下的也就没有必要再多理会 韩刚的手抚过脸颊 周南白皙的双颊渐运红起来 双眼变得水汪汪的 用力推开韩刚的手 牺牲道 还没到夜里呢 姐姐他们待会儿也会过来 说着强子推开韩刚的手 起身离开 留下了苦笑的韩刚 在书房中 还有桌上的一枚钱币 这是一枚新钱 有着明亮的金色 不是已经开始在京中流通的 黄铜当时钱 而是真正的黄金 从外形上就能看得出区别 没有中间的方孔 而是如同一块小小的圆饼 方才周南收拾韩刚外袍时 从袖带里拿出来的 这是今天快放牙的时候 从注币局送过来的样品 韩刚要去复验 便先收了起来 韩刚两根手指捏着金币 皱眉看着 金币的面值是十罐 以此时的金价来计算 比应有的重量少了两成 这其中还没有将作为 合金成分掺进去的 少部分银和铜算进去 依照此前 新钱在京城中受到的欢迎 如果金币上面的图案 能够跟模具一样清晰的话 这部分差价 没有人会去介意 可惜韩刚手中的这枚 为锻造而成的钱币 上面的十罐二字都十分的模糊 更不用说背面的原油重宝 以及两侧的龙纹 比较纯粹的白银和黄金 硬度很低 可以利用简单改造过的断机 经过磨断压制之后得到成品 韩刚希望得到冲压出来的金银币 作为大面值的货币通行于世 经过了一番改进 刚刚被设计出来的新式断机 用流水提供动力 通过皮带带动起飞轮 飞轮上又连着连杆 由此驱动向下挤压的模具 只是水力产生的力量还是太小了 压制出来的钱币十分的模糊 断机更是一天得停下来修好几次 缺乏足够的实用性 只能算是阶段性的成果 这是材料工艺动力来源 及机械设计上的问题 不是短时间内能够解决得了的 几年内甚至十几年内 都不一定能够见到成效 对此韩刚并不苛求 只是吩咐下去要继续努力 韩刚苏氏在张纯家的宴会 事后没有引起太大的波澜 可能是苏氏警告过他身边的人 也可能是韩刚本身就是让人畏惧 没有什么人能再公开为贺助教区 而韩刚对佛教的敌视也没有流传开来 真要说起隐秘 群臣私下里的谈话比皇城中的保密性要强得多 随着年终渐进 天气一天比一天寒冷 真辣国的使臣不知第几次上京枯诉 而战成国没有派使臣来 据传是发生了内乱 战成国王一家死得干干净净 随着左右江洞蛮的不断外侵 焦州的范围不断扩大 越来越多的福建汉人跑来在当地开辟种植园或是投资工法 除了白糖香料之外 连海中的特产 镇渠带卯珊瑚产量也日渐增多 上好的木料更是如今变荷运输中的最大宗的货物之一 但岭南的繁荣却影响不了全国各地的萧色 不仅仅是京城 这个冬天全国各地 无论南北以及辽国西域和海东都远比往年要冷上许多 太湖湖面结冰传之难行 让在湖中岛上种植柑橘的果农饱受冻饿之苦 而河东方向以以工代振的名义将难民聚集起来的工程 原本进行的十分顺利 但连续几场暴雪 不仅让很多难民在冰灾之后再逢劫灾 同时并带铁路贯通的时间又要向后延长 宋辽边境上倒是一片平和 刚刚经历过战争的两大帝国正在舔势自己的伤口 尽管双方使用的方式完全不同 在顺利的攻下了九州岛之后 辽国继续向日本增兵 这一回杨从先终于打探到了辽国在日本的兵力 人马在五千上下 但据说已经有了大批的窝人投效辽军 也许攻下平安京只是时间的问题 辽国继续侵略高丽和日本 让东海上的局势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这一回杨从先潜信使回返 同时顺便带来的还有丹罗国的秘史 声称丹罗新竹想要向大宋称臣请求中国的庇护 高丽既然灭亡 丹罗国转过来抱大腿并不出人意料 如果他们不来才会让人担心 担心他们会不会投效辽人 让大宋失去这个宝贵的海上基地 为了预防这样的情况 朝廷早前除了下找 让杨从先加强防备之外 还派出了水师去往琉球探查地理 此时琉球的定位十分混乱 东海上到底哪座岛是琉球 众说纷纭 福建对面的台湾岛 此时也有人称之为琉球 不过在查看了诸多史料点击之后 主要还是韩刚的坚持 最终确定了出明州东向的一串群岛 是史书中所记载的琉球 刚才您听到的是 于阳为您播讲的长篇小说 《载职天下》第962集 欢迎继续收听《载职天下》第963集 请不吝点赞订阅